外山似球 都是好餵食 今天一起做回圍桌 大家開心一下 上次香茅白切雞 大家都好喜歡 今天升級做檸檬香茅烤雞 新水新汗 周身痕 要好味肯定要付出勞動 香茅烤雞真的非常美味 做烤雞各家各法 將香茅拍片容易出味 然後切碎 如果想更加極致 可以榨汁 關鍵是醃的時間要夠長 最好的提前一晚 落一圈油 再放拍碎的蒜頭 薑 香茅 三學生抽 一托鹽 一托糖 然後幫雞做一個全身按摩 旅旅外外都要拿均勻 這個時候 整隻雞都是香茅的香味 檸檬香茅 除了可以做冬陰宮之外 散發出來的香味 還可以減壓幫助睡眠 再淋少許魚露提� 然後用保鮮膜封住 放冰箱一晚 然後用保鮮膜封住 放冰箱一晚 烤的時候 再放一個洋蔥 兩個馬鈴薯 一個番茄 一個蘋果 配菜會吸收雞的精華 烤完之後 會很好吃 上下火220度 先烤30分鐘 接下來 去花園 摘幾片新鮮的紫蘇葉 做一個紫蘇炒坑螺 炒坑螺做法非常簡單 首先 爆香薑蔥蒜 落坑螺之後 再落一圈米酒 炒至燻火可以增香去腥 落幾片紫蘇蔥 配色 繼續兜一下 再落一圈生抽 吸蓋炒5分鐘 炒坑螺一定要全程大火 開蓋之後 磨少許胡椒 倒半碗生粉水 再落紫蘇葉 繼續兜一下 收汁之後 再落兩殼鹽 灑一點蔥花就可以上碟 炒坑螺味道非常鮮甜 一個人都可以吃完整碟 廣東人做大餐 怎麼可以少海鮮呢 魚蝦蟹都齊齊 還買了肉質蛋牙的帶子 小青龍 清蒸的最美味 做薑蔥炒蟹一定要捨得落薑 落蔥頭 鑊頭夠熱的時候 落一圈高度米酒 千萬不要放水 炒到噴火就會有鑊氣 吸蓋 焗兩分鐘 炒走水分之後 落一圈蠔油 一圈生抽 再落半碗生粉水做的芡汁 然後將蔥段香菜放進去 大火兜均勻就可以上碟 薑蔥炒蟹千萬不要炒到水汪汪 一定要炒到夠乾身 薑蔥和蟹的香味才可以激發出來 吃到原汁原味好滋味 比大排檔更好吃 個個讚不絕口 黑椒炒青口要加多些黑椒汁 有條件放一塊黃油 新鮮的青口肉質爽口鮮甜 好吃到飛起 青口記得要飛飛水 用荔枝蜜和少許生抽調過汁 塗在雞皮上面 這樣又可以上色皮又會更加脆 塗了蜂蜜醬汁之後 很容易烤焦 一定要看火 繼續烤十分鐘 雞皮慢慢變到金黃焦香 隔著到門都聞到香味 烤雞千萬不要急 慢慢把油份迫出來 吃下去才會香 再做個清爽的絲瓜炒魷 用蒜蓉炒香絲瓜之後 再加飛了水的魷魚 絲瓜本身就很清甜 調味又不用太複雜 放少許蠔油 再放鹽的生粉水 炒至收汁就可以上碟 吃完之後就可以炒老闆魷魚 最後的環節就是蒸海� 鋪少許浸水的粉絲和金銀蒜 大火蒸5分鐘就可以 金銀蒜不適合做 可以看我上上上期的視頻 龍蝦稍微蒸久一點 蒸8分鐘之後再殺蔥花 然後再淋熟花生油激發出香味 最後淋一圈蒸魚豉油就可以 越簡單的做法 越可以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 龍蝦經常運動 所以肉質非常爽口又清甜 香噴噴的香茅烤雞 終於可以出爐 最後灑少許玫瑰鹽在沙丁魚上面 用慢火慢慢烤 這樣烤出來的沙丁魚非常嫩滑 大概烤20分鐘就OK 等待吃完飯再用來送走 鵝掌翅鍋已經提前做好 具體做法再看以後的視頻 很快 全部菜已經完成 大家都逼不及待 因為今天的菜真的很好吃 希望年年有今日 碎碎有今朝 越大越英俊 蛋糕做法有機會再分享 我是小喵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個讚 嗎 謝謝 鼻子 Windows